我们回答大家讲股的问题 刚才分析过你对油价的看法 就是觉得都会在高位横行 有朋友想问本港的石油股 他就说857、883都是想买的 但又升了太多了 他说什么价可以买呢? 先回答了857 其实857我觉得都是一个上落的股票 因为你想想 经历了油价这么多次 又说很厉害 是威是小 但是你见到857最尽的能耐不是去到4.5 高就高不高 高不高4.5 向下打爆就打不打3 打爆不到3.6 这就OK 现在刚好在区间相对比较低端 当然我会利身 或者重身 我是不喜欢做资源股的 我是不做资源股的好仓的 就是必须要再强调 但是既然你问857你做不到的话 那我就用回我自己基金的处理的想法 我只是就着图表的想法 就是说你如果要做的话 其实很简单的 你设计收市价 是跌穿3.6去止损 就搞定了 因为近期的一个是屡次 是在近一年里面 他有几次是曾经挑战3.6的价位 可能他中途有跌穿过 或者刚刚落了那个位 他又回征了 所以就是说你应该设计3.6 或者最后3.5 是作为一个大位去止损 就不去到这个位 不带个例子去到这个位的话 你就会向上飘 那如果是由这个价位升到 可能4元头那些价位就吃了去 博到一个range trading 那个想法就可以了 甚至就很激烈的就是 你这些fundamental 你不需要讨论太多东西了 这个不是说不鼓励讨论fundamental 而是这只股份是有多强的fundamental也好 他都难以向上突破 那在这样的话不如用技术性去比较好多了 还需要讨论这么多fundamental而已 反正刚才说的论点就是 几强的fundamental都升不到的 那你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太好的fundamental 在这只股票里面 这个就是857 那最后都应该会问883 这个是不是 那么我觉得883 它现在是处于一个 是派完特别股息之后的一个 整固的形态 那其实它现在 反而我觉得有少论 是看恒生指数究竟是很坏的 因为它作为一个比较重磅的成分股 如果恒生指数是硬是继续向上冲的 那它都要利用883 那老实说这些价位 就是不要介意这样说 向上一元又可以 向下一元又可以 这个就是在上下一元里面 它各有理由或者借口的 OK 所以变成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追883的话 其实最尽就是去到 可能前面那个位置 有一个半这样的价位而已 那我也都再重新 我是愿意做自然股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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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